北约峰会将在29日登场 届时不止成员国 包括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 也都会在西班牙马德里起居一堂 北约秘书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中俄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合作 以及中国当局否定欧洲安全核心原则 中国的崛起对北约来说是一项挑战 他进一步解释中国不是北约的对手 但挑战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 因此北约会努力在这次峰会中做出决定 向中国传递清楚讯息 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美国有信心在这次的峰会扣 北约的新战略稳健将纳入针对中国的有利用词 不过目前仍在磋商提及中国的方式 事实上根据外媒形容 美国总统拜登此行是带着最严厉的 如何对付中国的剧本附会 日前白宫也透露盟国曾讨论新战略构想 这项新构想不仅要反映出对中国的忧虑 还包括中国的经济行为 而就在拜登才刚宣布 居期将筹措约6000亿美元 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后 北约秘书长又接着发表新战略文件的方向 这接二连三剑指中国的言论 也让北京感到相当不满 环球时报对此发表设评 痛批在全球性难题日益突出 且地区危机此起匹复的当下 西方最高规格的两场峰会 竟将本来可以是重要合作伙伴的中国 当成对手甚至敌人来对付 更指得日本不仅拉着 韩国澳洲纽西兰搞扫贵 更以中国威胁作为主线 意图把这些国家串联起来 文章最购也回击 挑衅中国任何时购都不会交口运 反而偷积不着18米 虽然中国极力否认会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不过显然西方国家并不买单 在北约峰会购 全球团结抗中的态势也将更加明显 记者黄信雅整理报道 liquide 沉黄积笫 推文 解决